好,下一点要跟大家分享的 陆军333旅连长被报 寝室内与同旅的女士官在一起 我记得很多人都曾经问我这个议题 就是说,为什么军中常常都会发现 营区里面的这些男女共处的寝室 那很多军中的,不管是女军士官兵 可能都没有特别美如天仙 为什么还是有这样的情势发生 首先呢,我想讲的是 军中是一个蛮封闭也蛮不自由的地方 那在军中服役的过程当中 你也可能因为任务或者是业务 或者是其他的工作呢 会让你稍微压力大了一点点 那女生呢,这个性别呢 总是会让人家觉得 温柔婉约 虽然可能长得不怎么样 但是呢,平时嘘寒问暖 然后呢,有时候又会替你分忧解劳 日子长久了之后呢 可能会产些一些情愫 这个是绝对有可能发生的 有可能发生的 然后呢,你要看很多例子 可能不管男生有家庭 女生有家庭 他们也是在里面共处一室 对不对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不管是在军中 或者是在外面的职场 这种办公室恋情呢 我觉得都是非常常见的 不因为我们是军人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 只是说军人呢,有军人的规范 你就是不可以违反两性应规嘛 所以,这种事情呢 我服役过程当中 也遇到非常非常的多 甚至呢,最高的官阶 我遇到的啦 有到上校的阶层 那最低的呢 当然就是士兵啊 女士兵的阶层 那之前那个年代哦 你看到上校 因为我这个上校这个案例 大概是发生在 我还很猜哦 可能是91年92年 那时候我当测验官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一个女中士 在测验趋壁全垂计时 以前呢 女生要测验趋壁全垂计时 男生测验那个引体向上嘛 女生是测验趋壁全垂计时 那都是在单杠上面做操作 那旁边呢 很自然一定要有护杠人员嘛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 我测验一个女中士 结果旁边护杠的是上校 我那时候觉得 啊为什么要上校护杠 啊然后呢 这个女中士测验完 换另外一个女上士测验的时候 旁边护杠的人员又变成士官了 我那时候就觉得很奇怪 我突然测验完毕 刚好人士科长我也蛮熟的 我就问一下人士科长 然后他就不好意思说嘛 因为他中校那个是他们上校副指挥官嘛 他就不好说 他说我不知道啦 那个小孩子不要问啦 后来呢 我就偷偷问了一个女士官 很多事情纠结在一起 甚至那个副指挥官还帮那个女士官作业 怕他 怕他业务量太大 也没有把他削减他的业务量 就是说帮他忙 就很明显很明显 后来呢 就过了两个月 可能是真的太明显 太明显 所以呢 这个上级单位也发现了 就把两个人 两个人哦 通常发生这种事哦 大部分只会掉一个人 但是他这个状况还蛮特殊的 两个人都掉子 两个人都掉子 那这个女生呢 就掉去彰化 我就不要说哪个单位 然后他就去彰化 所以呢 这个国军众 这种营区里面 发生男女的 发生感情的这种事件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多了 那这个是把连长室里面 当成摩铁 那我上次也说了 通知店的某个单位 甚至直接在战情室里面 就做起来了 我实在完全没有办法接受 难道你不知道战情室里面 有监视器吗 这我真的 我觉得你一个男生再怎么样冲脑 对不对 某些东西冲脑或卡在喉咙 你也要看那个场合适不适合吧 对不对 人家这个复兴刚都说如果真的要的话 要去哪一间教室 对不对 人家都还知道说要躲去哪里 来完成那个事件 完成那个行为 结果你自动电军作案指挥部 某个单位竟然还敢在战情室 但是那个真的是颠覆了我的想法 你是真的想要被监视器拍摄下来呢 还是你真的不知道监视器 战情室里面有监视器 像那个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匪夷所思啊 匪夷所思根本不可能发生 那今天发生了三里这个连长的事件 我突然又想到 不是前年还是大前年 刚发生辅导长的事件吗 那我就觉得 明明有这么多的事件发生 为什么还是有蛮多人 在军中发生了这个行为事件 我是觉得啦 第一个就是我们很难出去 比一般人都还要难出去外散事物 休假当然是有啦 外散事物就每天20小时 都要在盈区里面 那第二个就是 或许盈区里面有不一样的刺激感吧 我不知道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员 就是发生了很多案例之后呢 他们依然在军中的某些处所或地点 发生了这个行为 这个我是真的 比较没有办法接受 比较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呢 这个事件应该会陆续发生啦 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还记得啊 这个我有一次 也是去测验新兵单位的时候 刚好听到一些班长在聊天 然后呢 突然就发生 发现说 这次喔 又在新兵打扫浴室的时候 发现了很多的东西 就是有一些新兵真的在会客当天啊 按捺不住啊 就直接到浴室去了 是是 那因为有一些新兵单位 他们浴室跟厕所是分开的 所以他们也没那么笨去厕所 因为 会客的时候不会有人去洗澡啦 但是会客的时候一定会有人去上厕所 所以他们也很聪明 就直接去浴室嘛 浴室 然后就打扫的时候 就会发现一些东西 有时候听他们讲 也是蛮特别的啦 那之前呢 在某一些党委也是都有听过 类似的案例 不过 我还是觉得啦 你当然郎有情妹有义 你真的想要的话 还是休假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地方 从事这个行为 感觉会好一点 你在国军 对不对 里面有什么好的 也不舒服 对不对 那地点也很容易被发现 还要抑制自己的声音 就是动作还不能过大 以免撞到履床等等的 那这么尴尬的地点 为什么还要在里面呢 我也搞不清楚 我也搞不清楚 那这个事件呢 这个连长还很优秀 到美国去受训嘛 然后呢 这个后来呢 这个少校连长嘛 对不对 后来双方都被军方太除 但是洪姓连长跟女士官 皆已是少校跟上士 被太除 人能领月退缝 退休缝 这个我们不管了 我们只是说 这个行为呢 真的感觉蛮奇妙 还是希望 国军的所有人员 你真的有需求的话 你就出去嘛 对啊 就像我之前 单位里面有一个上士 他没有女朋友 他都一个人 到现在 可能还是一个人 他跟我同年次 到66年次的 那他 他也 没有 避讳 他就跟我讲 你看 我一个人 多好 自己用自己的钱 有需求的话 我去外面找嘛 就去 正常的地方 那个也 比较正常的地方 就去 找一个人嘛 反正 也不用感情 就解决生理需求而已 你看一个 没有女朋友的人 他都有这种想法 正常的解决 生理需求 那 你们这种 在营区里面 有关接的人 真的想要的话 我觉得 至少到外面去吧 你不要 污秽了国军 虽然国军 不是什么 太干净的地方 但是 我还是觉得 去从事这个行为 还是到一个 比较舒服的地方 不是就更好 还不会被发现 你看你这个 你这个事件 你说 军中要不被发现 真的是 有一点困难 军中 没有办法 封锁任何一个秘密 你只要有一点 蛛丝马迹 我跟你讲 今天 连长 连长 随便举个 连长在昨天 喝酒的时候 然后喝醉了 在新兵 请示尿尿 我跟你讲 隔一天 隔壁一点就知道了 为什么 军中没有秘密嘛 所以 你再怎么样想说 我都已经把女士官 拉来我房间了 那还会有人知道吗 你确定不会有人知道 是不是 这个 没有办法 有人 确定一定会 密不透风 不被人家知道 而且呢 你又在长辈部队 你又在这种 战斗部队 不管是机部或装甲 机部或装甲 类归类啦 最会聊八卦 因为八卦的事情太多了 你在这种地方 做这种事肯定会被发现的 对不对 我跟你讲 虽然 机部跟装甲很辛苦 要打联勇 又要下基地 又要专精管道训练 真的很辛苦 但是他们闲暇之余 就是爱聊八卦 超爱聊八卦 所以你在这种单位 你还敢做这种事 你不是自觉坟墓吗 肯定会被发现 所以你看 就爆发出来的 所以还是希望 国军的人员 不是说 从事这种行为不行 至少不要在军中 因为我觉得太危险了 那如果今天我们换个方向想 这个连长跟这个女士官 都还没越退缝20年 都没有服役20年 那他的军力生涯 不就去了吗 所以还是希望 国军严守两性淫归 严守两性淫归 这是第三点 要跟大家做分享的